大家好,我是裝修佬平台的裝修顧問Andy 今天帶大家來到青衣青兒花園一個10呎547呎的三房單位參觀 設計師就利用歐式簡約的風格再配合現場留下了幾件傢俬 去為護主打造一個全新的安樂鍋 到底護主還有什麼要求呢? 當然有 分別就是空間是需要再改造的 另外就是有些大型的傢俬需要留在現場 當時設計師到底怎樣幫他解決呢? 現場三間房的分佈 經過設計師和護主的商量之後 美房的功能主要就是工作室為主 另外兩間房中間擦場合併 除了是休息區之外 也有做了一個衣櫃和一張書桌 這樣就可以隨心情轉換工作位置 還有就是主次改造成衣帽間 成為女主人的一個小天地 客廳部分呢 護主不想給一張固定的餐桌 帶來一個很佛味的空間享受 所以就接受了設計師的建議 做一張可以多角度轉移的餐桌 這麼多角度可以選擇 真棒啊 就是護主保留了客廳的L櫃和美房的衣櫃 有什麼影響? 因為要保留這些大型傢俬 很多師傅都會視為風險 會有很多意見 不過當時裝修顧問上門度赤的時候 其實已經了解到這一點了 所以在之後的配對過程裡 都有提出到這個要求 以上工程大概歷時三個多月就完成了 又分享一樣東西給大家知道 這位護主在短短半年裡 已經兩次使用裝修佬的配對服務了 想知道為什麼? 聽人說不如自己試一下吧 想找合心水而由性價比高的室內設計公司? 裝修佬可以幫你配對最合適你的 裝修和室內設計公司 有專人跟進,輕鬆打造安樂 快點去下面這個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申請一個免費度赤 聽一下裝修顧問意見吧 喜歡這次的分享 記得CLX這條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這個小鈴鐺 可以告訴我下次想看什麼單位 我們下個星期再整裝待發 拜拜